租市感樂 和大家一起分析重點新聞市況 租中盡暢 看到今天市場開始回復 應該說繼續回復 而且有些現象可以觀察到 訊息量比較大 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 包括芯片古板塊 包括中芯、華雄 還有內房 都高開走低 而一般的高開走低都不重要 這兩個辦法其實是有利好消息出台 還有騰訊大股東Nespa 又進貨下來 準備沽貨 好像 究竟發生甚麼事 甚麼位是一個沽貨壓力位 當中的股權 不敢說巧妙 但是有些數 還有一些觀察 今天會說一說 整體來計算 上個星期已經說過 有兩個 重點 有兩個關鍵 事件 是轉弱的 今天 其實可能是有第3個出現 會不會是大戶開始 趁好消息出貨 好 先說一下重點市況 看到中芯和內房都是高開走低 話說大家有聽節目都應該知道 大基金三期正式成立 註冊資本3-440億 由幾間商業大銀行去主資 投資的規模 是應該會大幅超過一期和二期的 自在推動 即是中國的半導體 全產業鏈國產化 簡單來說 就是不要被人掌握著 鏡頭 即是晶片可以自己生產 最高端的晶片 投入的資金都很大 按道理 絕對是對於 半導體或者芯片板塊 是一個超級大利好的消息 但是股價又如何呢 看看中芯 原來中芯 首先 Captal 大概3時 今天大陰造 而且 完全是略為高開走低 看到 不知道是否有先見知名投資者 早幾天已經開始 最近上升了不太多 或者叫做長期都在這區間上樓 上到來 約17 元的位置 就已經遇到壓力回調 另外 中芯一定是龍頭 即是晶片行業 另外看看華雄半導體的話 其實 都是非常之類似 當然華雄會升得多一點 最近來說 但是今天 形態都非常不美 衝高完 叫做破曬 今年年初的定位 大概20元 上升到最高20元 誰知道 立即沽下來 還要到 不是倒跌 截至到差不多3點 是一個非常長的上影線 再加少少的陰燭 那 究竟發生甚麼事 或者這樣說 是不是有些不太合理呢 即是不敢說是散水味 另外就是說 其實 今次升市內房 是主力 亦都是一個叫做二數 或者叫做很多人都沒有猜到內房可以彈這麼多 例如世貿一日升 幾十個百分百 但是 其實 自從 5月17日 宣佈了降低 首付比例 撤銷房地產利率的下限 調降 調降工資金貸款利率等等 等等的政策出台後 其實看到 全國很多城市 或者很多省市 都是響應了 整體房地坦政策 很明顯是有大的改變 由之前 住房不炒 或者是房住不炒 OK 而綜合報道 最近 廣東19個城市 和上海 其實都已經 陸續公佈相關的放寬和優化政策 根據財聯社報導 好像廣東的成交量 都已經有少少回暖 但是 上海是昨日公佈的 大家看看內房的股價 其中一隻 央企龍湖 960 也是 好像上星期 已經頂了 然後不斷回 最近 其實消息是有跟進 有推進的 內房這件事 而且我自己在朋友圈 或者 大陸的媒體 都看到 暢好 房地產市場的交投 前景的消息 甚至乎有些 新聞說深圳有些盤 很快 一開出來就被人數了 但是內房又如何呢 除了龍湖之外 我們再看再穩陣一點 中海外 還頑皮 高開之後 一枝大陰燭 不知道會不會 今天收市 村頭破腳埋 從這兩個板塊 其實明明是有利好消息 或者叫大利好消息 去看 今天的股價 都要這樣 走的話 我覺得 都是一個 幾明顯 不夠膽 說差 不過是 大市回調 或者高位 沽貨的 現象 另外一個高位沽貨 就是騰訊 之前一路 騰訊是一枝獨秀 科網鼓來計 其實 最近表現非常好 但是發生了什麼事 大家看看 看一看 很漂亮的 由256.8 一直抽上來 比起阿里巴巴 京東 完全是跑贏了 話說 今天 有人開始說 原來南非大股東 轉了倉 來準備沽貨 首先 這裏也順便跟大家說說 SEECUS 怎麼看 其實你去到SEECUS的網站 你就可以看到 一些轉倉的記錄 這個 看看什麼時候轉倉 看一看 5月21號 騰訊 OK 整個SEECUS的總數 是有這個數 7126299494 即是71億多 OK 而去到21號 21號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 多了 有72222754014股 OK 很簡單計算 計價減 咦 SEECUS 是多了 即是原本是 74.4% 75.64% 然後 上升到76.66% 即是多了1%的股份 股數是9,64520股 OK 多了這個股數 那發生了什麼事 原來 大家都明白 股數 在高城那裏 誰有那麼多股 一定是NASPA 透過自公司 去持有 騰訊 股份 給大家一點資料 參考一下 騰訊 其實 最近回購都很密 通常回購的金額都是10億 每天 無論 股價多少 高低 大概買10億 所以股價便宜 購買的股數多一點 股價貴的時候 購買的股數少一點 OK 今次 見到是 入1% 即是9,600多萬 而 NASPA 其實他手上 持有大概 24.4%的 騰訊股份 OK 給大家參考一下 另外 看一看的日子 看到 為何這裡是 22號入 為何多8,200多萬股 而不是9,600多萬股 再看看 21、22、23號 你會發現 明明22號 是入了 我們在SEAKERS 是入了9,600多萬股 OK 但是高盛 他的倉是增加了那麼多 按道理推斷 當日高盛 他有 9,000多萬股的貨轉入 但是他沽了 沽了 1,340多萬 OK 因為 兩個數相減 9,600多 減8,200多萬 OK 那就是1,300多萬 OK 好嗎 而看到其實 21號 倉已經 減少了 OK 那說明甚麼呢 港股T加2交收 21號是甚麼時候 21號就是這天 大陰燭這天 21號已經開始 高成大手股 千多萬股 誰有那麼多貨 是不是 亦是 這個騰訊 創了400.02 那天 OK 這裏大家要留意一下 細心看看 可能甚至放大看看 公佈業績 公佈業績之後 公佈業績之後 公佈業績是這一天 之後 就由 380左右 OK 列口升到 400元這些位置 OK 但是這三天 都是陰燭的 OK 400元附近這些位置 中間這一天 已經是沽了 千多萬股 高成 接著這天是1300多萬股 接著這天 如果你看 23號 高成是沽了 1600多萬股 我拆解了給大家看 之後 這天又 購買一些 補一些 接著 會不會是繼續沽了 幫Nespa 這個 有待日後觀察 但始終 因為已經落到380元 反過來 在這個位置 這樣和大家分析 就很明顯看到 平時騰訊的成交 可能是 千多二千多萬股 所以很明顯 最近在高位的時候 成交是多了 OK 亦就是說 騰訊有不斷回購 其實是支持到股價 剛才如果有聽我說的數字 我都知道 他每天 如果大股東 或是高盛要沽的時候 是千多萬股 訂出 而騰訊每天 他10億左右 買得250萬股 如果是400元這個位置 OK 所以 是不足以支持 他的沽貨力度 反過來 我可以這樣推斷 就是說 咦 可能 就400元這個 是很大很大的 沽貨位 或者叫做 壓力位 當然 這段前前後後發生了甚麼事 可以有很多可能性 例如 有人借業績 炒高了 來出貨 又或者有人 趁業績好 股價也上到400元這個水平 就沽貨 又或者 其實原來 本身也沒有甚麼想法 不過 剛好上到400元 又剛好看到股價 好像是正確的 於是 將貨 進入到經紀的倉 然後叫經紀幫他沽貨 無論如何 總之400元這個位 應該 是相當重 因為很久沒有出售 之前200多元一直沒有 南非大股東沽貨的消息 你說騰訊這樣 對港股或整個板塊 會否構成壓力 你再結合 我說的其他 板塊的話 大家又覺得怎麼看呢 沉氣也要說多次 之前 說過兩個關鍵 即是離場關鍵 其實一直都 上到19200 我一直都說 不是增持的 一個時候 是 沽貨離場 的時候 OK 除非 當然 如果你覺得自己身手文字 可以短炒一下強勢板塊 OK 但我很少在這裏說 應該 第一個關鍵是 舊市力度 有沒有加碼 或者持續性 上星期 第二個關鍵 就是 恒指 20天線的技術位 以及 19200 其實是11倍PE 再加上 成交能否保持到 145億 一天 昨天星期已經很明顯 保持不到 OK 第一點的話 舊市力度 我覺得一半半 也有一定持續性 OK 你想想 昨天又扔出一個大基金 重大利好 是真金白銀 三千多億 OK 有誠意的 但是 時侯好像不太接受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 一半一半 第一點 第二點 我覺得都七八成 就是這個 減倉離場的關鍵 20天線 失 叫做失而復得 這兩天 但是 我猜都是先咬著 成交慢慢弱的話 其實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覺得是 事轉弱的跡象 當然 戴上頭盔 也要 剛才說的 所有分析 都是基於目前的情況 按照一般的財經邏輯 始終的事 我覺得 可能會有很多突發事件 可能 大家 還在炒 要貼事一點 還有我自己 希望可以抽時間 和大家分析私房 整理資料 計算數 整理圖 充電 是需要多少精力的 希望大家可以 Like這條影片 給點鼓勵和支持 有什麼疑問或建議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今天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